三日前是台灣228事件61周年 民進黨舉辦大型民眾集會 參加者告舉最愛台灣的旗幟 為近日選情低迷的總統候選人 謝祥平打氣 應該不要讓台灣的政治 繼續延續在當年的台灣本土 或說外來政權之間的衝突 應該把它化解掉 周易成原本是民進黨青年部主任 因為不滿黨風日漸腐敗 又眼見社會因為兩黨對立而分裂 去年他和一班來自不同政黨的年輕人 組成第三社會黨 希望結合中間力量推動改革 因為兩黨政治它會延續台灣歷史上面 兩個社會之間的矛盾 就是1945年前後 1945年到1949年 我們大家知道國民黨政府 從那個時候從大陸移到台灣來 所以台灣社會本來有600萬人 我們把它叫做本土社會 在這邊生活 在1945年之前 1945年到1949年中間呢 來了大概200萬人的軍隊和政府官員 還有平民 所以兩個社會之間有很大的文化跟經濟上面的衝突 我們認為說台灣的民主要再往前發展一步的話 就是要打破兩黨制進入到多黨的階段 國是立法委員候選人一號周宜騰 我們需要更進清新沒有包裹的小黨進入國會 幫我們監督政府的財政 一月的立委選舉 除了周易成的第三社會黨之外 還有十幾個小政黨參選 雖然全部落敗 但他覺得有新政黨參選 本身已經是好的開始 台灣也一直有這樣的呼聲 就是希望有新的選擇 希望有新的政黨出現 希望有忠道 然後慶幸的力量出現 那但是因為沒有人來提供這個選擇 那今年的總統選舉 其實兩位候選人 都比較想要往中間去走 那但是他們各自也都有過去的包袱 謝先生有民進黨的包袱 馬先生有國民黨的包袱 其實我不敢非常的樂觀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力量很大 我支持馬英九 我不支持國民黨 政治不可能只是像做社會運動一樣 我會繼續保持我的原則 然後盡量去影響有權力的人 林靖秀十幾年前 從大學生時代開始 加入社運團體 致力爭取台灣民主 他支持過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 又做過馬英九主政下的台北市政府官員 現在是一個民間組織的負責人 我們這幾年比較悶 並不是完全說經濟完全沒有成長 而是那種願意去學習 願意去聽不一樣聲音 然後有所成長 而且也能夠創新的那種感覺 沒有 我對馬欣甄的期望 其實很大一部分不是內政的 就是說他在總統的高度上 把兩岸關係穩定下來 把台灣的這個社會裡面的 有些有潛力的特質發揮出來 離原來的國民黨遠一點 離新的力量 離世界的潮流近一點 台灣政局動盪 不過民間力量依然紅潑 在台灣東北步宜蘭縣鄉間的這一間公辦民營學校 類似香港的直資學校 老師和家長對教育有共同理念 強調以人為本 老師不會責罰學生 不同年紀的學生又可以混合上課 彼此照應 全校三百多個學生 一半來自台北 因為家長對台灣的教育改革 好有保留 其實是因為我受不了 不是因為小孩受不了 可是在那個大環境裡面 你今天不寫功課 你明天就要被發洩 然後禮拜六禮拜天就發洩更多 所以因為你真的才寫功課 所以小孩變得非常不健康 卻發現說學校很多的結構性的問題 那個結構性問題 即使我們在花在座的努力 我們發現是無法改變的 它是一個真正的經過整合的 是一個有機體的團隊 從最高的領導者到最基層的執行單位 包括我們的家長 這是連學生都跟我們合作了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回饋系統 這個回饋系統當然我個人擔負很重要的一個責任 去觀察孩子的學習品質 老師的教學工作 老師的身心狀況 家長投入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同時老師也會回應 家長也會回應 孩子也會反映出來 就像我們自己有一個自我覺察的系統 從政治的角度來辦 很特殊的一個氛圍 林鄭修說 如果能夠將這種人與人之間要互相尊重的辦學理念 推廣到整個台灣 就有助於加強社會的凝聚力 這個以前台灣的尊重都來自於最後的權威 就是戒嚴體制 反正就是大家都不准動 可能那個沒有之後呢 台灣這個民主的過程裡面 比較不懂得尊重別人 而且這個不尊重的根源是沒有安全感 我們凝聚社會共識 家長老師 所以這兩個都算是台灣很細緻很特殊的社會運動 要讓它變成運動 然後變成力量 然後讓掌握權力的人坐下來 耐心地聽完 而不是趕快開完支票 家長廷 報算 家長廷 報算 家長廷 今次總統選舉 台灣選民除了要投票選出新領導人 還要就民進黨提出的 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議案進行公投 陳水扁出席民進黨二二八紀念日活動的時候 也都為這項公投加溫 民進黨 民進黨他非要把入聯公投搞進來 國民黨不敢不搞 要搞反聯公投 其實這兩個公投本身就是同獨問題 唐飛 八年前民進黨初執政權的時候 做過陳水扁政府的行政院長 隨後 在兩黨鬥爭之下被迫請辭 他深刻體會到台灣這八年來 因為政黨對立互相虛號 關係到人民福祉的議題 反而得不到重視 因為你投公投的時候 你就先把這兩個總統新的候選人綁下綁住 如果入聯也好 反聯公投通過了 通過了你這個新黨選的 我第一件事情我要去執行公投的決議 那我原來所有打算要改善兩岸關係 促進兩岸商業商業 來讓台灣經濟在 這不都落空嗎 你不是台灣還是中華民國 這個是中國 北京不能接受的事 好的範圍 到達某些深度 或者到達某些寬廣的地方 去年 唐飛成立了一個關注台灣前途的組織 目標 要為台灣的未來發展 向新政府出謀獻賊 你要注意 很多因為政治因素給它的限制 你如果不給它打破 不給它解除的話 它就是現狀就這樣 不解除嘛 這個金融不能夠直接來往 台灣過去自豪 自己認為 我在中國 我們是民主的先鋒 我現在坐在這前面 是代價已經付過了 台灣的新的世代 其實比較沒有過去這些歷史的仇恨 這些包袱 所以我們希望說 能夠從新的世代來崛起 台灣有新的領導群 有新的觀念 然後能夠讓台灣走向它應該走的方向 累積起來 也算是我們一個 有點帶著苦澀味道的民主 我們的體驗 就是 以前大家對民族有非常多的期望 甚至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那這八年就是讓它試試看 這都 我都覺得 大概都是民主該付的代價 只是希望回頭的時候還來得及 台灣總統選舉進入倒數階段 三個星期之後 一切將會塵埃落地 台灣人 特別珍惜手上的一張船票